今天这场雨,把哈桑家的生活节奏打乱了,夫妻两人把时钟挂在墙壁上,哈桑过来二楼这边打扫卫生,慢慢变好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今天一早,山区这边下起了小雨,昨晚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今天上午,这座蘑菇城堡显得很安静,有时办一件事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哈桑在屋内这边陪伴着孩子,屋内这边摆成了很几件装饰品,看着挺温馨的。 这是给阿瑟纳购买的夏装,一条吊带裙子,哈桑叫阿瑟纳过来试穿一下,鲜艳的颜色看着很活泼。 阿瑟纳感觉还是有一点害羞的,哈桑整理了一下裙子,看着还是挺合身的。 并叫阿瑟纳转一下身。 阿胡拉拿着梨子坐在取暖气旁边,今天外面下着雨,室内的气温还是有点低的。 哈桑把被套这些整理好,并整齐地叠放在旁边。 昨晚这边聚餐到很晚,有些收尾工作还没做好,有亲戚要帮忙整理,最后被哈桑他们叫回家。 他们认为第二天夫妻两人可以慢慢整理。 哈桑打开后门,看到有些厨具还在淋雨中,只能一点一点把工作做好。 姐弟两睡在地毯上面,这几天他们是可以实现吃水果自由。 哈桑开启吸尘器,把地毯上面的粉尘吸附起来,他来到墙壁边,把枕头拿到旁边。 地板上面是由几块地毯拼凑而成的,这样打扫起来很不方便,需要把地毯掀开,吸尘器放在下方吸附着。 阿胡拉趴在枕头上面,估计是玩泪吃泪了。 哈桑叫阿胡拉坐在一边,这边要进行打扫卫生。 小辈去读书,还没下课。 这时,米拉在外面搬过来衣服,下雨天的时候,衣服就晾晒在三楼那边。 家里目前没有洗衣机,遇到下雨天。 晾晒衣服,真的很不方便。 米拉来到取暖器旁边,她把手伸过去取暖,外面的雨水还是比较动手脚的。 阿胡拉站在旁边吃水果,看着小儿子这么可爱,米拉情不自禁地凑过去吻一下。 夫妻两人把枕头拿过来,米拉把枕头摆放整齐。 哈桑拿着吸尘器继续在干活中。 这雨水一直在下着,此时整个山区显得很安静。 屋内吸尘器的声音一直在响着。 此时,阿胡拉拿着铁棒伸进去取暖器里面,还好是有惊无险。 阿瑟纳拿着吸尘器的头部,在学着爸爸一样在干活。 昨天朋友送给了哈桑他们的礼物,米拉想着今天把这个时钟挂上去。 这个精美的餐盘是亲戚送的,昨天他们收到了好几份礼物。 哈桑拿着这个装饰品,问米拉挂在那个位置合适。 这个胶盘平常可以用来做飞镖练习。 哈桑在洗浴室上面寻找工具。 他拿着一把钳子和冰子,接着爬到平台上面。 把冰子固定在木板上面,随后把这个飞盘挂上去。 家里这些盆栽是塑料品的,看着还是挺精美。 哈桑拿着抹布过来擦拭着小平台。 昨晚这边做饭有很多油烟,今天就过来打扫厨房的卫生。 这是米拉新购买的围巾,她放在阿瑟纳头上,再叫女儿如何佩戴头巾。 繁华过处皆如烟,淡淡人生静静过,雨水滴落在庭院地板上。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点滴没白流。 在这个春天的季节,哈桑家门口经常下雨,平均四五天就下一场雨。 夫妻两人过来庭院这边,他们准备过来收拾厨具。 哈桑最担心的还是家里养殖的鸡群。 不知道有没有淋到雨,可以发现一群小鸡在抱团取暖。 小鸡群躲在铁皮下面避雨。 米拉把铁锅装一点水,接着倒在椅子上。 随后他们一起抬起小辈的学习桌子。 这个桌子在外面淋了好久的雨,顺便把这些家具冲洗干净。 阿胡拉光着脚走出来,她想过来这边看父母在忙什么。 米拉把地上的瓶瓶罐罐收纳好。 雨水把石板冲刷得很干净,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 一成自有一成的芬芳,或许下这场雨,可以把地板冲刷得很干净, 也可以让哈桑他们夫妻很忙碌。 花坛里面的小鸡在活动着,哈桑已投了一点饲料进去,让他们自己自由活动。 有网友说围墙有点矮,到时小鸡长大会飞出去。 这是一盆人工设计的盆栽,一根竹竿撑起来,看着也是挺舒服的。 一楼这边要好好整理一下,把塑料箱子这些收纳好, 等下再统一收集起来,孩子们最喜欢这些纸皮箱。 以后可以卖给收废品的小哥,可以置换零钱。 哈桑拿着电钻在墙壁上打孔,准备把这个石钟挂在这里, 家里的空间很大,确实需要一些摆件, 挂这个石钟还是比较实用的,米拉把地上的塑料瓶子捡上来。 孩子们在地毯这边玩耍着,阿胡拉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他拿着一条珠串在甩动着。 米拉启动着吸尘器,在地毯这边作业着。 过了不久,哈桑叫米拉拿石钟过来, 这是一种石英表,只需安装电池进去就行。 哈桑拿着石钟在调整角度,米拉用手托在下面,防止石钟掉落下来。 忙完之后,哈桑拿着吸尘器在干活,顺便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哈桑过来二楼这边,把地毯放在阳台的栏杆上, 趁着下雨天,把这些地毯冲洗干净。 雨水滴落在铁皮上面,发出沙沙的响声。 哈桑过来三楼这边,看看这边的盆栽是否淋到雨。 三楼地板上面有积水,这个雨水要是大一点,会浸泡到二楼的天花板上面。 哈桑走到一楼这边,他拿着扫把浸泡一点水,顺便把上面的泥沙抖落下来。 接着来到楼梯这边,把布梯上面的泥沙扫干净。 二楼阳台这边有很多泥沙,哈桑准备把这边的地板打扫干净。 借助着雨水,很容易把瓷砖上面的泥沙清洗掉。 这个位置排水不方便,哈桑蹲下来,把地上的杂物捡起来。 接着,他用一个水壶装一点水,先把角落这边的污水排出去。 哈桑拿着水壶倒水下去。 从这边看过去,整个山村就在眼前,这里居住了十五户人家,主业还是养殖羊群为主。 阿胡拉站在姐姐后面,他对姐姐这个发家比较感兴趣。 哈桑忙完之后,过来一楼这边陪伴孩子。 他拿着梳子过来,先把自己临时的头发整理一下。 这是哈桑他们的亲戚,过来厨房这边跟米拉聊聊天。 这边汇集了很多碗盘,米拉接下来有的忙了。 姐弟俩很喜欢黏着爸爸,小贝放学回家后,他还不想写作业,坐在椅子上面玩耍一会。 米拉把奶酪拿出来,放在木桶里面压碎,等下可以用来做养奶粥。 阿桑那走过来,说要帮妈妈一起干活。 夫妻两人坐在地毯上面,哈桑跟米拉说辛苦了,这段时间妻子付出是最多的,生活中的温暖并不总是来自太阳,有时候也可以来自一个微笑,一个拥抱,或者是一句关心的话。 昨晚蘑菇城堡这边下了一场冰雹,米拉一大早过来铲掉冰块,晚上一家人在庭院这边庆祝活把节节日,夜深人静是自由,清晨醒来是生活,昨晚这边下了一场雨雪,城堡上面的地毯还没风干。 早上的气温稍微低一点,米拉给阿胡拉多穿一件外套,现在过来帮阿瑟纳梳理头发。 经过广大网友反馈之后,米拉一有空就帮女儿整理发型。 平常没帮女儿梳头的时候,她的发型显得很蓬松很自然。 米拉拿了围巾过来,再叫女儿怎样戴好头巾。 随后她开启吸尘器,准备在地毯上面作业着,阿胡拉比较调皮,她过来把开关关闭。 米拉把阿胡拉抱过来,放在枕头上面,叫她在上面玩耍,别过来捣乱。 米拉继续拿着吸尘器在作业,谁知调皮捣蛋的阿胡拉,继续走过来把开关关掉。 米拉只好去洗浴室上面拿过来玩具,让阿胡拉自己在地毯这边玩耍。 随后她开启吸尘器,继续在地毯上面作业,过了不久。 阿瑟纳过来和弟弟一起玩耍,把这些积木叠放在一起,地板有几张不同颜色的地毯拼凑而成,圆形的墙体很不好铺设方形的地毯。 阿胡拉老是要去按吸尘器的开关。 米拉只好把阿胡拉抱上来,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吸尘器在干活。 慢慢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不要匆匆忙忙地走过美好时光。 现在孩子还小,有时比较调皮,米拉真的很不容易,又要带孩子,又要做家务。 一天下来,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不过比较好的是,有一个爱她的丈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米拉来到庭院这边,她用冰块把塑料桶擦拭一遍,昨晚这里下了一场冰雹,地上累积了很多冰块。 这时候,阿胡拉光着脚走出来,米拉叫她赶快进去,别动坏了小脚。 随便把门关上,不让阿胡拉走出来。 米拉把地上的尼龙袋收集好,接着放进去塑料框里面,上次这边举行聚会,这些铁锅已清洗好。 她们想着下这场大雨,放在庭院这边淋雨,会冲洗得更干净。 米拉还是穿着拖鞋,冰冷的雨水浸泡在脚掌上,罗绍还是有一点寒意的。 现在她拿着铁铲铲,过来铲起冰块,把这些冰块铲到花坛角落处,虽然现在是春天季节,有时晚上这边挺寒冷的。 米拉拿起扫把,把冰块扫到一起。 外墙有些位置开始褪色 这种水泥墙壁一淋到雨 多少会变成不一样的颜色 米拉把庭院这边整理一下 随后拿着扫把过来打扫卫生 地板上面有些砖块 先搬到一边 现在米拉抬起吸尘器 爬着楼梯准备来到二楼这边 门口这边累积了一堆冰块 看来昨晚这场冰雹还是挺大的 米拉走到二楼这边 上次这边聚会之后 他们还没空过来这边整理一下 米拉拿起被套整理起来 把墙壁边的枕头叠放在一起 屋内的空间很大 被套这些又很多 米拉把吸尘器接通上电源 现在从这边开始作业 沿着墙壁吸附过去 这些地毯上面累积了一些灰尘 借助吸尘器操作起来方便很多 只需用力在地毯上面来回摩擦着 我们常说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脚 米拉他们每天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 感觉疲惫的时候就多休息一会 有时间就过来把收尾工作做好 这边也是由好几块地毯拼接而成 作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米拉把地毯清理干净后 她拿到壁炉旁边 重新铺设好 接着来到门口这边 把这块地毯铺设在门口处 二楼这边作业好之后 米拉把电线缠绕起来 准备拿到壁楼这边 家里的空间很大 每次打扫卫生 真的很耗费时间 米拉拿着铁铲过来 把地上的冰块缠起来 随后倒在庭院上面 每次到下去的时候 她都会先看下面有没有人 就怕孩子喜欢看热闹走出来 把大部分冰块铲除好之后 米拉拿着扫把过来打扫地板 这种扫把挺实用的 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一扫就很干净 米拉在水龙头那边接了一壶水 接着倒在地板上面 一边洒水 一边扫地真的很干净 现在她拿着铁铲 过来三楼布梯这边 把布梯上面的冰块铲掉 只需用力一铲过去 这些冰块就整块整块地被铲上来 看着还是挺解压的 阳台上面的地毯 还是湿漉漉的 米拉过来一楼楼梯这边铲冰块 此时小辈刚放学回家 小辈说要不要上面帮忙 米拉叫小孩进去屋内照看弟弟就行 庭院这边有很多泥沙 米拉拿着扫把过来打扫着 先从大门口这边开始扫地 屋后一侧累积了很多冰块 米拉沿着台阶继续往下面打扫着 到了晚上的时候 哈桑去城镇那边刚回来 他买了一些烟花过来 今晚是他们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 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活把节 孩子看到爸爸回来一刻 他们过来看哈桑买了什么东西过来 哈桑说这是烟花 等一下我们去外面放烟 这个时钟没有电池 哈桑这次特意去城镇购买电池 只需安装上去 这个时钟就开始与时间赛跑 小费对这几个烟花比较感兴趣 他叫爸爸早一点出去外面放烟花 这时候阿桑那走过来 跟着哈桑打招呼 今天一整天没看到爸爸 还是比较想念父亲的 米拉过来厨房这边做饭 他们晚上吃饭的时间比较晚 一般吃完饭 休息一会就准备睡觉 家里没有电视机这些 如果可以 请为生活停住 多些耐心 关照一宿一树一树一羹汤 米拉他们很热爱生活 每次做饭都是全心全意去投入 他们来到屋后这边 用几块砖头搭建一个灶台 上面燃烧着几段木柴 每年这个时候 他们会点燃木柴燃烧 大火围在火堆旁边 他们感谢神恩 感恩身边的人 这时候哈桑拿了烟花出来 孩子们最喜欢看放烟花 哈桑拿了一根点燃的木棍过来 接着开始点燃烟花 米拉赶快抱起 他们往后倒退着 此时天空燃放着璀璨的烟花 烟花很美 可惜很短暂 这时候小贝说 也想过来尝试一下 他接过爸爸手中的木棍 走过来准备点燃烟花 对准燃心点燃就行 此时 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天空中迸发出不同的色彩 现在轮到阿瑟纳点燃烟花 小贝走过来帮着妹妹 这个烟花看起来更炸裂 刚开始很普通 后面越来越精彩 小贝走过来 小贝走过来拿起这个烟花筒 哈桑叫他赶快扔掉 快进来屋内吃饭 阿胡拉抢不到零食 就在地毯上面哭闹着 哈桑只能抱起他 并安慰着他 米拉这边已把米饭做好 他用一个大盘子装上来 现在是一家人的就餐时间 吃饱之后 他们拿起被套准备睡觉 一家人就在地毯上面打地铺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 那是漫漫长夜里 最能治愈我们的心灵 今天哈桑他们过来洋屋喂洋 达力赠送了他们一碗奈兹里汤 父子三人过来超市老板家做客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温柔可挡艰难时光 今天的天空万里无云 哈桑一家在乌后这边喂养小鸡 目前鸡棚里面的鸡群 数量越来越多 米拉拿着扫把准备打扫着地板 今天的阳光很舒服 地板上面很干燥 哈桑抱起阿胡拉 来到花坛上面 阿胡拉很喜欢站在铁丝网外面 看小鸡群活动 以后每天都有新鲜鸡蛋吃 米拉走过来 扶着阿胡拉 叫他要紧紧抓住铁丝网 山区这边的气候变化很大 有时一天 舅舅可以经历春夏秋冬 今天的哈桑只穿一条短袖 孩子们还是穿上长衣长裤 看着阿瑟纳的发型有点乱 哈桑拿着梳子帮女儿梳理头发 米拉把庭院这边打扫有一大半以上 这座阿胡拉城堡的空间很大 每次打扫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哈桑把地上的砖头搬过来 先放在花坛上面 生活给的每一份温柔都小心收藏 憧憬的来日可期都努力去闯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一家人在庭院这边忙碌着 哈桑负责带小孩还有搬东西 米拉拿着扫把把地上的泥沙扫到一起 看着妻子早上忙碌了这么久 哈桑叫米拉进屋休息一下 这边由她自己一人来搞定就行 可米拉还是坐不住的 她从屋内拿了一个塑料桶过来 等下可以收集地板上面的泥沙 哈桑拿着铁铲 把地上的杂物铲上来 接着倒进去塑料桶里面 现在哈桑来到大门口这边 她准备把瓷砖上面的泥沙打扫干净 姐弟俩在分享着吃零食 一瓶牛奶吃得津津有味 阿瑟娜叫弟弟来到这边 不要影响到爸爸在工作 米拉在一楼这边启动着吸尘器 准备来到地毯这边作业 这边由好几张地毯拼凑而成 每次作业也是挺不容易的 需要把地毯拉起来操作 小贝把羊奶放在煤气炉加热 现在他已学会一些简单的做饭方法 今天的气温有点热 小贝把外套脱掉 接着拿到洗浴室旁边放起来 随后过来看羊奶是否热了 哈桑带着阿胡拉在地板这边晒太阳 前几天老是下雨 今天的天气变得很晴朗 哈桑来到二楼水龙头装上一壶水 阿瑟纳跟着父亲过来 看爸爸怎么给盆栽加水 屋内这边有好多盆绿植 每天至少要浇水一遍 哈桑提着两壶水来到三楼这边 今天的气温比较干燥 这边的绿植经常晒到太阳 两天至少要浇水一遍 防止这些盆栽被晒干 阿瑟纳看着父亲在给绿植浇水 挺有趣的 看得他下次想直接过来实践一下 哈桑忙完之后过来一楼这边 他抱起阿胡拉在旁边活动一下 米拉已把羊奶端上来 现在把羊奶倒进去米粥里面 接着用勺子搅拌一下 厨房这边搭建了两个大理石台面 平常可以放置一些锅碗调棚 还是挺方便的 阿胡拉在家坐不住 哈桑抱着他来到庭院这边 看着鸡群是怎样觅食的 目测了一下 至少有二十只小鸡以上 米拉一天要做的家务很多 做饭洗碗打扫卫生 哈桑带着阿胡拉坐在椅子上面 父子俩玩得很开心 目前这个学习桌椅是家里唯一桌椅 平常他们都喜欢坐在地毯上面 哈桑拿了一本厚厚的书 他再读给阿胡拉听 希望自己的小孩以后好好读书 去大城市见识外面的世界 这个养奶粥已熬至熟了 米拉用一个大盘子过来装上来 平常他们吃早餐的时间比较晚 米拉把早餐端过来 并叫了他们父子三人过来吃饭 小贝只穿了一件短袖 他感觉夏天的季节快要来了 一人一把勺子 现在一家人开始吃早餐 饭饱之后 米拉拿一个羊头出来外面烧烤 先用炭火烤一遍 再用铁锅来炖肉 父子俩在远处躺在地毯上面晒太阳 玩累的阿胡拉开始睡着 这时候小贝准备要去上学 哈桑带着家人准备到洋屋喂洋 妇女俩手牵手 一家人走到洋屋的方向 米拉跟大嫂打下招呼 走到洋屋门口的时候 发现有一只小羊羔 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好像是离开了这人世间 米拉把铁门打开 哈桑拿着扫把饲料扫到一边 等下再倒进来新鲜的饲料 米拉不行到仓库这边 她打开了铁门 拿着叉子把干草铲过来 两种干草搅拌在一起 米拉快速地把饲料 推进去尼龙袋里面 来回操作几下 就已经装了有半袋饲料 她关上铁门之后 把这袋饲料扛在肩膀上 往洋屋的方向走过去 温柔的尘风 舒服的阳光 人间的美好多着呢 你要相信你配得上世间所有的温柔 米拉把饲料倒进去饲料槽里面 哈桑拿着扫把在推平着 过了不久 米拉拿着木棍在上面赶羊群过来 把这群山羊赶进去羊屋里面 整个大家族的羊群有很多只 兄弟们有时间就过来喂羊 米拉把木柴放在门口处 把这个铁门挡住 他们在走回家的路上 刚好遇到达利过来打招呼 他手里捧着那滋里汤 接着递给米拉 达利说有事先走 哈桑感谢好兄弟的分享 之前哈桑他们也煮过几次那滋里汤 分享给村民们 回到屋内的时候 米拉去厨房那边忙碌着 此时小辈已放学回家 阿胡拉还在地毯上面睡觉 米拉把这盒汤汁拿过来 一家人准备平分这盒美食 哈桑均匀地把汤汁倒下去 吃了这碗那滋里汤 现在感觉中午不用做饭 哈桑准备带孩子们去乡村超市买东西 这是兄妹俩最喜欢去的地方 哈桑牵着阿瑟纳的手 他们走到超市那边 村里的道路还是这种泥土路 经过母亲家门口的时候 哈桑过来与妈妈打招呼 阿瑟纳很羞涩地看着奶奶 奶奶过来问了阿瑟纳一下 父子三人继续走到超市的方向 上了这条斜坡 就到了超市门口 哈桑走进来跟老板握手打招呼 老板说你们尽管挑零食 我给你们免单 阿瑟纳挑选了一包辣条 哈桑拿了一包袜子过来 他拿出来了一对袜子 问阿瑟纳是否喜欢 顺便给阿胡拉购买一双袜子 老板邀请他们父子三人 进来喝杯茶 这是老板的客厅 把壁炉设计在中间位置 上面放了一壶热水 老板很客气地拿了食物过来 叫孩子们吃上一碗 现在到了饭点时间 家里他们做了很多饭菜 他同样收到一份内滋里汤 哈桑最后购买几件商品 并过来跟老板结账 回到家的时候 天色已暗下来 他们把零食拿出来 一家人一起分享着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